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慶碎農機 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怎麼安裝割草機刀片 那為什麼呢 要特別在拍一集關於這個割草機的這個刀片的安裝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這個不是很基本的事情嗎 那就是因為我們常常在維修的時候發現客人的這個刀片的安裝是錯誤的 是有問題的 然後是不安全的 所以今天特別在拍這一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基本的一個操作啦 那如果你是對於這個刀具怎麼樣挑選 什麼地形適合什麼刀片的話 可以點選我這個螢幕的右上角的連結 那一集我有介紹關於怎麼樣挑選 然後規格是什麼 在拆裝刀具的時候需要兩樣工具 第一個是17號的套筒板手 17號的套筒板手 第二個是大約4mm直徑 大約4mm的鐵芯 或者是你有六角板手也可以 只要這個我們等一下用的這個洞啊 你插的進去為主 我要準備兩支割草桿呢 第一個 這個是我們這個市面上最常見的 從側邊 從側邊去做固定 另外一種的話是卡子板的 他是從上面 他的洞在上面 固定的地方 好那我首先呢 先介紹這個市面上最常見的 從側邊的地方 好首先我先介紹這個 最常見的 市面上最常見的機頭 然後他是從側邊固定的 好那我們要固定什麼呢 我們就是要固定這個 我們的刀軸的部分 不要讓他做旋轉 要把他卡住 那就是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4mm 左右的這個鐵芯啊 我們把他插進去 OK那你插進去的時候呢 不代表說你已經插到底了 這個時候呢我們要怎麼樣做確認 我們這一支 套筒板手有沒有 旋轉旋轉 只要還可以旋轉就是還沒插到底 我們就轉轉轉轉 好大家有沒有聽到扣一聲 大家有沒有聽到扣一聲 他這樣就是有卡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 這個刀軸正常來講就是不能再轉動了 就是不能轉動了 這樣就是有卡住 好那我們要拆這顆羅帽啊 17號的套筒板手 我們要拆這顆羅帽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割草機都是屬於 這個反牙的 好逆牙的 所以說我們是順時鐘旋轉 順時鐘旋轉是放鬆 好跟一般的羅帽不一樣哦 大家注意一下 好這個時候我們把它拆開 OK 好大家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是下座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固定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OK我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這個刀片的底座 也是我們的上座的部分 OK那我們放進去 他就是這樣卡住的 他就是這樣卡住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原理 再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刀片的方向性 好那 有一些刀片呢 他是正反面都可以用 有一些刀片呢 他是有方向的 好我們要怎麼樣來做判別 第一個我們先看刀片上面的話 好你看 他這個的話就有方向性 有沒有看到 刀子的回轉的方向 是逆時鐘 來我們再看其他的 你看這個 這個八尺的這個 圓盤啊 你看他也有一個逆時鐘的方向 我們來看一隻刀 沒有畫任何方向 三角刀片 沒有畫任何方向 好那我們先來跟大家怎麼做這個實際的安裝 首先呢我們拿三角刀片來做示範 那我剛剛講三角刀片沒有分方向性 所以你要正面反面都沒差 好正反面都沒差 那我們現在呢 上座在這邊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有一個 上下的有一個落差有沒有 有一個高低 有高低 OK那我們的刀片呢 就是要這樣子放進去 要密合 要密合 不要偏一邊 不要偏一邊 一定要完全的 好貼合我們的這個 上座的部分 那記得喔 我們這個盡量 中間 不要有間隙 不要太大 你間隙太大 他的這個刀片就會 這個沒有正圓的做旋轉 很容易就震動很大 也非常危險 所以說如果你的刀片這個孔啊 擴孔 或者說你這個刀座 磨損了 就記得做更換 好我們刀片放上去 一定要是密合的 要密合的 好那我們用刀片的時候呢 一定要再放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的固定座 也可以說我們的下座 他就是在壓住我們的這個刀片的部分 最後呢是我們的螺帽保護蓋 在保護螺帽的 壓上去 OK最後就是我們的螺帽 好那我剛才講說我們的螺帽是反牙的 所以他是逆時鐘 鎖緊 OK 那我忘記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在用刀片的時候 記得 你要戴這個 厚一點的這個 這個手套 好 然後這樣比較安全 好 安全一點 好大家要記得 好不要把自己 去割到 你的手去割到這個刀片 好可能會流血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他鎖緊 OK 那完成之後呢 我都建議大家 用手稍微轉一下 確認一下你的刀子 有裝好 有震源 再來做發動 做使用 好那我現在呢 把這個三角刀片要拆下來 然後我們來換其他刀具 給大家看 一樣我們要拆的話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插銷 對準這個孔插進去 OK然後開始旋轉我們的刀軸 旋轉 大家有沒有聽到 有卡一聲 卡進去了 然後我們刀子也動不了了 好這個時候就代表說我們固定住了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拆掉 順時鐘拆掉 OK 這樣就拆掉了 好接下來我來教大家 安裝這個有方向性的這個圓盤鋸 OK那 這個方向性啊 他有畫這個 這個方向對不對 但是呢我在裝的時候啊 到底是這樣裝 還是這樣裝 我給大家三秒鐘思考一下 好 我來教大家怎麼樣做判斷 如果說你原本沒什麼經驗的話 最好判斷就是你的擋操板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方向性 來我們來看一下卡子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方向性 記得跟他同一項就好了 跟他同一項 OK 好這邊就是逆時鐘旋轉 我們的刀子是逆時鐘旋轉 所以說我們的刀片安裝呢 就是這樣子安裝 就是這樣子安裝 好 所以說很簡單 我們在割草的時候我們要看到我們的看到這個 我們的mark要在上面 好那我們就裝一次給大家看吧 OK 那一樣 固定銷固定住了 要貼合 好絕對不要偏一邊喔 貼合 一樣 這個我們的下座 固定板 羅帽保護蓋 然後才是我們的羅帽的部分 17號擋桶板手 鎖緊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安裝起來就像是這樣 好你們看到 我們在割草的時候 第一個 Mark要朝我們自己 第二個判斷的地方 我們的擋桶板這個方向 有沒有跟他 同一個方向 有 好同一個方向 那這樣就是安裝正確 最後一個判別 你是不是裝反了 就是你去割草 你割草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裝反的話 你會發現你草根本就割不太斷 會割不太斷 然後你裝這一面就發現 割得很順 這個也是一個其中的辦法 那在安裝刀片類的時候 很常發生一件事情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大家看一下 這樣的裝法 大家覺得哪裡怪怪的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做安裝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下座 我們的固定板 直接 鎖羅帽 OK 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安裝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樣的裝法呢 少了什麼東西 羅帽保護蓋 好羅帽保護蓋 那你不裝這個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 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的羅帽 跟你的這個 刀肘 很容易在地上磨 很容易磨損 那你羅帽很快 很有可能就滑牙 你的刀肘 你的刀肘也有可能會受傷 可能羅帽會拆不下來 好那這樣很有可能會導致你的這個機頭 受損 好機頭受損 那可能你這個機頭就要換掉 這個是 比較嚴重的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大家記得 如果說 你有羅帽保護蓋的話 請麻煩安裝羅帽保護蓋 才能讓你省下這些不必要的花費 那最後呢 就是大家最常用的 牛筋盤的安裝方式 好那一樣 我們就是要對準 那 這個的話 有分正反面喔 你裝錯面的話 會是這個 鬆垮垮的 這樣是錯的 好所以記得翻過來 卡住 OK 這樣不會晃動 就是正確的了 好然後這種的話 就不需要這個固定板 好 你也裝不下去 直接鎖羅帽就可以 鎖緊 這樣就可以了 以上呢 我就把所有的刀具 都跟大家講說這個 安裝的這個步驟 好那如果說你的機頭是屬於這種 卡子型的話呢 好大家記得他的孔在上面 好一樣的方式轉一轉 卡進去之後呢 有天要弄一身 好就是完全卡住了 好刀軸也轉不動 這樣就可以 好那最後呢 我來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首先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的這個刀子啊 有沒有方向性 好像一字刀 三角刀片 好正反面就都可以用 像圓盤的東西 好這個八尺狀的 或是這一種 好有這個硬直合金的 他上面就有方向性 有方向性 好那你在安裝的這個方向啊 要記得 好可以看一下你的擋槽板 好擋槽板有方向性 好把 跟他對一樣的方向就可以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要記得 好我們這個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的 跟這個上座地方 要密合 要密合然後不要間隙很大 好間隙很大可能會有震動很大的問題 好那今天呢就是我們介紹刀片的安裝以及拆卸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是慶祟農機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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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